据第一消费金融了解,蚂蚁花贝的运营主体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检测蚂蚁小贷,20、17年金审计的财报显示,花贝创造的年金利润高达34亿元。 论赚钱熊去购物分期贷款平台首位,是直排消费金融公司盈利排行榜,第一名,中营销费金融的2.5倍,依托阿里电商场景,和支付宝海量流量,蚂蚁小贷的花贝业务,展现出强劲盈利能力,阿里生态为花贝成长提供卧土。 蚂蚁小贷,于2013年8月5日,在重庆注册成立,注册资本80亿元,是目前除银行,信托外消费金融领域,注册资本最大的玩家。 蚂蚁小贷是这家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蚂蚁金服的全资质公司。 刑法人,执行董事,为蚂蚁金服副总裁余胜法,具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霸里各项贷款,票据贴线和资产转让业务的经营资质。 目前的消费金融市场竞争格局,处于最有力地位的是商业银行信用卡和互联网电商旗下的消费金融平台。 前哲宇公行信用卡,监行信用卡和张行信用卡为头不代表,而后哲宇买以金服剂下戒杯,花杯为头不代表。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站数据,2017年电商交易规模28.66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22.77%。 具体而言,B2B交易额20.5万亿元,同比增长22.75%,网络零售交易额7.17万亿元,生活服务电商交易额9986亿元。 在这个市场上,阿里一既决成,阿里巴巴占据B2B市场份额36.7%,各百分点,超过第二名汇中集团26.2%,天猫占据B2C市场52.73%,市场份额超过第二名京东21.23个百分点。 另外,驱动花杯业务迅速发展,的是支付宝的海量流量。 据阿里巴巴2018财年业绩报告,支付宝及其全球合作伙伴,一起为8.7,一年活跃用户提供服务。 支付宝这一全球最大支付服务商,为用户便捷地使用花杯奔期服务提供了技术方言。 数据显示,2016年,使用花杯支付的比数超32亿比。 同比增幅344%,而这一年,央行公布的移动支付比数总数才257.1,一笔,花杯支付的比数占比移动支付比数总数的12.45%,这就意味着,美食币移动支付,就有一笔是通过花杯支付。 蚂蚁小带今日开展花杯业务顺风顺水,得益于阿里生态为花杯成长提供的沃土。 三类业务,两种资产,花杯开始于2014年12月27日,是蚂蚁小带提供的。 基于消费者一定的消费额度,让消费者可以先购物,再开垮的奢账购买服务。 花杯的场景主要有三类,一是阿里其下自带场景,如淘宝,天猫,二是合作的其他在线平台,如乐了吗? 二、日美、三是线下的百货零售,餐饮快销,医疗、娱乐、教育等场景。 在上述三类场景中,花杯提供以下三类服务。 一、花杯账单为分期服务,此项服务和银行信用卡体为类似。 二、消费者使用花杯支付后,在账单日不进行分期,而是选择在最后还款,日当天或者之前还款,最常可享受四十千年期期。 花杯产品每月的所有消费以确认收获时点为准,还款日未当月时好。 二、花杯账单为期计务,消费者使用花杯支付后,在账单日未选择全额还清,则消费者可在账单运后。 一、对位还款部分选择分期还款,消费者每月一到十日,可将上月账单进行分期,一个月只有一次账单分期机会,分期金额为上月消费的100%除余期,分期手续分和分期出账本期部分。 到月十日,消费者需将当月未分期部分还清,花杯次元出分系账单,消费者可选择提前还清,不可不分还款,提前结晶十亿出账部分,和第一次未出账部分的手续费要收取。 花杯的收费情况如下,账单分期费有为三七百分之二点五,六七百分之四点五,九七百分之六点五和十二七百分之八点八,余期倍率为百分之零点零五。 二,对为还款部分选择归还最低还款额,省于账单本期延期,至下月还款日再做归还,且下月可继续使用延期还款服务低延还款,以此类推,直至账单全部还清。 每月一到十日,消费者可将上月账单进行延期,当月十日需将当月为延期部分还清,选择延期的最低还款金额,为上达本金的百分之十,为上本金部分收取百分之零点零五天的手续费。 四月十日若继续选择分期,需长还商月利息,及为上本金的百分之十,剩余部分可继续延期,且收取百分之零点零五天手续费。 三,花贝交易分期期五,花贝交易分期期五,是一款让消费者在购物时选择分期支付,按月还本付息的产品,上限时间为2017年4月5日,交易分期支持的分期数位三。 六,九,十二,十八,二十四七,相应的费率分为六档,分别是百分之二点二,百分之四点五,百分之六,百分之八点八,百分之十一点五,百分之十五。 分期手续费默认由客户承担,商户可根据市场测试,预算等情况,选择替债务员承担分期手续费,由客户承担的手续费,分期入账,分期收取。 由商户承担的手续费,在交易完成时一次性收取,花贝交易分期借务的手续费率会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不定期进行调整。 以上三类业务,花贝账单为分期借务,花贝账单分期借务和花贝交易分期业务,决定了花贝的贷款资产,分为账单分期资产和交易分期基产。 又含量场景,又并节的移动互联网支付服务,以较低的费率和灵活的分期与还款服务打天下的花贝,在今年三月传出开放部分流量给金融机构,花贝携手金融机构开拓更多场景。 2010年6月,重庆市蚂蚁商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商城小贷,原名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始面向阿里巴巴淘宝平台上的小微企业,中小卖家试点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微带模式。 2015年,根据蚂蚁金服战略发展需要,商城小贷重组进入蚂蚁金服,同年,蚂蚁小贷也重组进入蚂蚁金服。 但该年蚂蚁小贷并未展业,2016年2月1月起,商城小贷将其运营的蚂蚁花贝业务转移至蚂蚁小贷,有蚂蚁小贷向全部花贝用户按照合同约定发放新的花贝贷款。 蚂蚁小贷重新开展业务,开始高速扩张。 2017年4月起,蚂蚁小贷承接商人容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花贝分期业务,开展由蚂蚁小贷作为帮款主体的花贝交易分期业务。 2018年5月,蚂蚁金服旗下花贝,宣布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放。 这样意味着,蚂蚁金服旗下包括支付、理财、保险、小微企业金融、农村金融、消费信贷等在内的所有金融产品, 都已经与金融机构达成开放合作,实现共赢。 据了解,蚂蚁小贷分控严格,比如,按照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及相关规定。 蚂蚁小贷也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刺激、可疑和损失物类,其中后三类合成不良贷款。 在五级分类中,蚂蚁小贷将为逾期的划为正常类贷款,逾期一至二十九天的划为关注类, 逾期在三十天至八十九天的为刺激类贷款,逾期在九十天至三百五十九天的为可疑贷款, 逾期在三百六十天,以上的为损失类贷款。 蚂蚁小贷与众不同的做法是,其根据日常监控情况,将即使为逾期的贷款,也可能化为不良贷款。 资料显示,蚂蚁小贷的花贷业务的资产质量较好,不良率百分之一。 前面提到,蚂蚁花贷的资产分为账单分期资产和交易分期基产,资产质量表现均较优质。 先介绍花贷交易分期资产情况,截至2017年末,花贷交易分期基务对借款人,发放的贷款平均金额,在一千元至两千五百元之间,资产金额小且分散。 从分期期期限来看,截至2017年末,花贷交易分期基务集中在三、六、十二期的累计价比96.95%。 从贷款额的区间分布来看,截至2017年末,花贷交易分期贷款额主要集中在0.6万元以内的区间,贷款额占比达百分之九十一点三期。 从不良率来看,从不良率来看,从不良率来看,截至2017年末,花贷交易分期基务借款人年龄,主要集中在三十五岁以内,贷款额占比百分之七十八点五二。 从不良率来看,年龄分布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以内的不良率略高于其他区间。 接下来介绍花贝的另一大类资产花贝账单V7资产。 截至2017年末,买一小贷通过花贝账单分期,发放的贷款就额在1500元以内,资产同样小而分散。 在分期期数上,花贝账单业务最长分期期限为十二个月,分期期限主要集中在一个月和十二个月。 截至2017年末,花贝账单分期业务的贷款期限为一个月和十二个月的贷款余额占比百分之八十二点二三。 从不良率分布来看,其次为九个月,十二个月的贷款不良率较高,分别为百分之一点四五,百分之二点八五。 从每个借款人贷款余额的区间分布来看,花贝账单分期业务,对到部分用户最高借款金额仅三万元。 截至2017年末,借款人贷款余额主要分布在0.6万元以内,降比百分之八十八点一四。 从年龄分布来看,截至2017年末,花贝账单分期业务借款人年龄,主要集中在三十五岁以内,贷款余额占比百分之七十九点三八。 上图是第三方机构,根据蚂蚁小贷,提供的静态值样本,选取的三十三个表现基数不少于分期的样本来计算的静态值为约率。 静态值数据,依表明花贝资产质量确实不良率徘徊在百分之一左右。 从上述对花贝交易分析资产,花贝账单分析资产的分析克制,花贝的两类资产质量均表现较好。 这市的蚂蚁小贷具有强劲的盈利能力,年营售六十六亿,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蚂蚁小贷资产总额293.89亿元,较至2016年末增长182.46亿元。 所有者权益为51.76亿元,较至2016年末增长44.27亿元,资产负债率82.39%,资本充足率有待提高。 盈利方面,蚂蚁小贷的营收主要手续费,其佣金收入,可转让现代资产的投资收益。 2014年到2017年度,蚂蚁小贷分别实现营收0.32亿元,0.09亿元,1.3亿元和65.96亿元。 从营收构成来看,2014年到2015年,蚂蚁小贷的营收主要来源,为利息净收入。 在2016年2月起,蚂蚁小贷开始与支付宝合作,向买家提供交易场景下的消费信贷业务。 提供资金渠道并按合同预定费率收取手续费,因此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大幅增长。 2015年,蚂蚁小贷为开展业务。 2016年及2017年,蚂蚁小贷利息净收入分别为0.51亿元和0.83亿元。 手续费净收入分别为11.25亿元和31.93亿元。 资产转让净收益为-10.46亿元和31.91亿元。 资产转让净收益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在2016年买一小贷使用现金流折现方式,转让了花贝资产。 其中大多是无锡单期基产,因此资产转让净收益为负。 而2017年,随着花贝资产证券化产品将密西区基产者价率调整至0%上下,免息资产转让产生的亏损大幅减少,升息资产转让的收益得到体现。 据中国资产证券化分析网,蚂蚁小贷作为原始权益人,资产服务机构的GBS总单数117单,累计金额2570.8亿元。 蚂蚁小贷通过获取较低成本的资金,以较低的综合费率和便捷的移动支付方式发放给借款人。 在社会技巧和业务技巧两方面实现了双赢,算得上是真正的普惠信贷。 付出材料,蚂蚁小贷花贝财务报表,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